字幕提供 香港有甚麼空間困境 我現在沒有車 但身邊很多朋友都有車 香港太小了 他們的屋苑沒有停車場 要不然他們的車 要拍到沒有雷工那麼遠 每一招都要走勁遠去拿回車 要不就要拍錶位 但拍錶位又要不斷進入錶 那就很麻煩 香港人應該支持香港人 大家多給同理心 駕駛的人遵守規則 大家互相尊重 那就大家都好,對吧 香港人,加油 樓梯,加油 來吧 真的活到老,學到老 原來車可以有空間困境 難道今集的事主是躺在車上 還是他是的士司機 猜猜不是新日驚人那麼行嗎 我叫Jackson 做市場推廣 偶爾都會開網路的車 最近也想嘗試送外賣 其實也沒有生意 最主要是游車河、潛水、郊外 阿扯,原來Jackson也只是 駕駛甚麼白的新駕駛 你別騙我膝蓋,不吃辣椒醬 看來這輛車也是那些溝女戰車 你裝作甚麼 本來想認識到差不多年紀的異性 看看能否更進一步的發展 但車河要不就已經發展了 要不就有一家大小 所以我就報名參加這個節目 看看師傅能否幫助我 正所謂有人類的地方就有煩惱 有香港人的地方 就有生活空間的問題 香港勝在有玄學拯救隊 有皓云師傅在 就萬大師也不用害怕了 感情有問題?找他們吧 身體不太妥?找他們吧 事業有阻滯?找他們吧 一句話說 是風水,找玄學拯救隊 我們已經收到你的求助了 由這一刻開始 停車、適時、車牌、身分證 下車 來,拍一下吧 你好… 你好,師傅 你好,小智 你好… 師傅,麻煩你吧 我想問我們今天來這裡做甚麼 我們來看他的照片 看空間的風水 車本身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空間 甚麼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開車賺錢 這就是他的辦公室 為何不用看風水 不如先問問Jackson 基本上如果你賺錢 長期都是在這輛車上 對,靠他了 這樣就很重要了 為甚麼 當職業司機 然後告訴客人 如果客人聽說我的車正在來 客人會認甚麼 車牌號碼,對吧 一定的 所以車牌的掛帳 直接影響你做穩食車的運勢 好,你這輛車牌 叫做儀船就嵌吧 甚麼 原來儀船就嵌 即是甚麼 男性遷就女性 哪怕你對著女客人 即是甚麼 若然她無理頭的要求 不合理的要求 你也不能聽 我要在你的車裡瘋了 好吧…你瘋吧 這樣是嗎 可以了,你瘋了 給錢… 而且這個掛帳 另一種顯示是甚麼 原來對財星比較一般 我們稱為丁財兩不利 容易因為要更多的錢 導致破更大的財 所以不是一個吉掛 這輛車牌做穩食車 很難處理 這位置易峰 其他位置我就不敢了 易峰 小占,你這麼喜歡扮演交通景 我問你 交通景真的停下來一輛車 除了看車牌之外 第二個位置最重要是甚麼 其實我不是交通經理 我是政治部 看你的樣子就很軟 是嗎?七度 我知道了,一定是這個 車尾箱,是嗎 沒錯 車尾箱原來在風水上 也很重要 我們打開來看看 看看有否遺禁物品 是,需要問問嗎 其實車尾箱的風水 本身要影響車內的運程 因為風水缺裡有一句叫做一物一太極 一個物閉空間 就是自己的氣場位 但很少不間開 有某些車 例如月夜車,SUV那些 其實就不太間開 對… 那些車尾箱影響空間的風水 就非常大 大概看看吧 你介紹一下 你的車尾箱影響空間 甚麼都沒有為禁品 這裡是甜水器材 還有穩食袋、油沙灘椅 車尾箱影響空間 其實有這麼多納衣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告訴我,有甜水器材 這東西跟你穩食本身無關 長期放在車尾箱影響空間 好像很一般 剛才看到原來你跟Linda同行 對 現在欠飯吃吧 不是…各有各做而已 但最近生意好嗎 一般,每個人都爭吻 因為人多了,對嗎 當然 但可能是因為你的車尾風水不好 對吧 你的車內真的有另一個問題 因為我已經看了八字 最好的就是木和火 水都還可以 最忌的五行就是土和金 土和金是甚麼顏色 穿上身黃色、啡色 銀色或鐵色的顏色 就是最忌的 你厲害了 全部有精神 你這個配搭真的很難得 由車殼到車內籠 到你現在的新行頭的打扮 都是你五行當中最忌的 不順、不名譽 而且是破財的顏色 所以你真的要打工的話 想想,換上木色和火色的衣服 會比較好 首先,試試怎麼做吧 你這麼多東西要封鎖 那要怎麼拜?師傅 櫻小占 我是你的考官Hillary 開始考試了 你怎麼了 文昌塔 有來考試的師傅教的 哪個師傅教 風水師傅 拿走 開車 來吧 很多人都說Hillary是一個魔鬼考官 不過我看見你真人也不是 最多都是魔鬼身材的考官 真正 你很多話要說 你看著路吧 不行的… 我一考試就緊張 一緊張,考試就要不斷移動 不知道我可否… 你想怎樣 我想… Hillary… 小占… 小占… 怎樣… 考得怎樣 肥佬 可以再給我一次機會嗎 再考吧 那可以給我一次機會 約你出門嗎 去唱卡片也好 走吧 大哥,你瘋了 考車也有擺風水嗎 我就儘管看你的賀雲怎麼擺 師傅,我有些朋友 考車考了十多二十次都不進行 怎樣可以令他們較容易進行 原來你當我是朋友 我很開心 但我想到方法 你穿到今天這樣,一定會進行 我也明白為何可以穿成這樣 因為通常的考官都像師傅 一看見… 然後就忘記了你有沒有看著頭 我們可以說說 所有人都可以用的方法 也不是只有他才能用的方法 男生又可以用這個方法 我們先輕輕一點 每個人都要吃東西,對吧 考試前吃飽的也比較好 我們可以嘗試用洋蔥和麵豉湯 因為原來洋蔥來說 多吃一點可以增強逆馬雲 而麵豉湯更加可以減壓脆腐能量 還有最重要的是減暴躁 但如果有些人很流行考試前 就餓著肚子 不想吃得那麼飽,怕緊張 有甚麼辦法 傳統一點是帶綠肉的平安購圓形 因為綠色是旺文昌 那就能夠較容易考試 年輕人不做這些 簡單點教這個方法 原來在你左邊戴一塊圓形錶面的錶 最好是軍錶、綠色、青色 或是迷彩顏色都可以 因為效果是一樣的 但如果又不想吃東西 又不喜歡帶錶,怎麼辦 不要考就最穩定了 找那個人再考 然後再來找我幫你摘高的日子 更合理的話,替你再考 難怪你,考得也不怕 你摘著我的車吧 怕 來吧 歡迎回來點擺滿族的現場 接下來就是一個亡命表演 在我旁邊有我們點擺一哥 英小占 你好 我今天準備了這個環節 就是用口拉動風水電單車 要拉到財位 如意香港的財運飛升 聽起來很刺激 我要增加這個難度 我們請了富豪、富豪的雲總理 坐在電單車上 小占要拉動他,事不宜遲 請兩位去準備好嗎 好,來吧 好 好,準備好了嗎 好,似乎兩位都準備就緒了 我們現在交給雲總理法號司令 3、2、1 我們小占已經準備好了 他現在開始發力了 小占很大力,車子開始動 看看雲總理如何 雲總理,你出汗了 真辛苦你了,為時線出心出力 我們現在看回小占 看見他跟線上真的差一點 他過到了… 過到了,辛苦了兩位 我們一個幫忙,籌到很多錢 對,真的辛苦了兩位 我們先去看看雲總理如何 雲總理,辛苦了 你為時線出心出力 希望大家跟雲總理一樣 踴躍捐帳是我的手袋基金 我們一起說一次的二線,好嗎 是,5201314,有100條線 是,我們稍後回來再見 小占,我知道電單車可以擺放甚麼 一定是平安符或御守 別讓他看死你,浩雲 師傅,小占這麼小的電單車 也可以安裝到風水東西嗎 也可以 電單車的位置可以擺放的東西 其實真的很有限 不過每個駕駛電單車都要的 就是鑰匙扣 我們可以擺放一些貝殼類型的鑰匙扣 因為是熟水 另外,我亦會建議 如果你可以的話 就是用玻璃瓶 裝著一些沙灘的沙 最好那沙灘的沙 是你曾經去過 有美好回憶,有祥和感 放在這裡就能保你安全 但去到沙灘的貝殼 也這麼大,怎麼放在這裡 那就拿沙,應該沒那麼大 對,真是的 但像Hillary那樣的車尾箱 一定會放到很多風水物 其實原來電單車的車尾 我建議大家 最好就是放一些四葉水 真是自己去浸泡的四葉水 為甚麼 電單車室外和室內 很多時候都會沾染到 周邊的陰氣、胃氣 如果用清水清洗 倒不如用四葉水清洗 可以拘除車的陰氣、胃氣 如果發生意外的機會 就會大大減低 如果沒有車尾箱,怎麼辦 賣一個車尾箱就行了 上節說到駕駛駛戰車的Jackson 想找師傅放一個特強風水陣 替他吹禍的桃花 順便攪拌他的甚麼爬生意 但你的車牌又出事 內籠的顏色又出事 尾箱也出事 很難幫你,師兄 師傅,那要怎樣放 有困局當然要破局 而要破局當然要破局法寶 小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Good Linda 找法寶是這麼賣的 iGood Linda,一個手機應用程式 有5000件法寶 最快5秒鐘送到 找法寶當然是iGood Linda 你們要的法寶在齊道 你看,人家做Linda 你也是做這行業的 差那麼遠 所以我就要來找師傅 是嗎 她肯定很好生意 所以我終於明白了 送東西過來看甚麼款式是很重要的 即是車不重要了,對吧 對,原來是說車的 你知道吧… 你知道我在追求女生 我差點忘記了 這輛車中的其中一個問題是 車牌出了問題 原來最直接了當方法是怎樣 就是換了它嗎 當然換了它 破局的法寶已經帶來了 Linda,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是 沒錯,就是兩個車牌 你覺得哪個車牌是旺利 哪個車牌是這麼害怕的 這個… 這是旺利,對吧 1375 非常好 1375 對,68 現在多少人要求的車牌 尾也是9、8、9那些 我6月8日生日 真的對,其實這輛車牌 我本來打算… 你要練習 我打算送給你 不過現在是節目關係 我就說要給他 師傅,我多載他會否更好 沒用,幫不到你 我載他的話,運行會更好 可以了…離題了…麻煩你 這輛車牌 在車牌中英文字母一樣有排序 我們的排序是A為1 B為2,C為3,如此類推 去到9的話,又回頭 一直下載 原來AM是代表科名、名氣的意思 17掛造為貪花暖酒 即是交際應酬會較多 68代表進田莊之氣 即是賺錢賺到賣田賣地 Jackson應該放在你的車上 但我覺得好像Linda也配搭她多一點 那放Linda那裡 不要,那你拿車牌吧 那你拿車牌就行了 我覺得今集的Linda 有一種青春的氣息 揚日著 你看到師傅那麼喉琴 不停撩她,我就知道 她好像看到自己是孫女 我覺得今集很溫馨 Jackson,你新買的車嗎 已經買了幾年了 幾年?你說你經常遇見嗎 只是意外而已 那可以撞的,意外呢 不能撞撞嗎 其實車裡可以放的東西 用來化殺 我們要放一些平安扣 即是圓形的肉 但這些那麼老土的 一定不是你說出來的 有些比較新潮的 當然有 Linda應該已經準備好了 箱裡只有圓形包罐罐 對,這個才是好東西 知道為甚麼嗎 為甚麼 我已經說過了 圓形金屬可以化殺,對吧 是否是金屬 是… 是否是圓形 是…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 你也說是甚麼罐罐 貓 貓罐罐 Jackson本身很需要木 貓是熟木的 多一點又會加分 Jackson,如果覺得這些不適合 有其他沒有那麼硬的東西嗎 難道真的 難道我要放幾粒魚蛋嗎 怎麼放黃金魚蛋 每次放都順風順水 每次放都沒有衰氣 難怪人人都說… 何何筆,計計筆 怎麼放黃金魚蛋,發殺產品 怎麼放黃金魚蛋,全球破殺冠軍 無論白魚蛋是白色的熟金 炸了魚蛋,又是熟金 圓形球體,又是熟金,對吧 如果你不放罐頭 你就可以放魚蛋 要放雖然 不是老章別 你要放在這兒 既然我已不放在這裡 你也不能放在那兒 我會把布盡頭的熟金 我可以扮了 Fourford 我們可以把牌子放在這裡 好像是霍哥老師 其實你不要放在那兒 和火去旺利的雲 但你說的全都是一是綠、一是紅 對 很笨 我跟Linda早就訂了 先開車廂,因為很重 大西瓜 原來是這個 厲害嗎 小瓜 不要那麼大力 又紅又綠,果然是有紅又綠 還有一件好事,是圓形 這次稱讚你 最主要是Linda拿得好 選得漂亮,選得不漂亮 也沒有這個法術效果 是嗎 很多水,有很多水 對,多水更好 對,很喜歡 懂得玩 他最懂得玩了… 七七八八 不如我們最後再給他一個交通黑點 讓他別經常撞車,好嗎 我只有一個旺運的洗車熱點 洗車? 蓋子才說要洗車 對,以為Linda一起洗 我真的是一個愛賣妹 而已 你不是愛賣妹 我是 是 其實我本來說洗車這件事 是要找個較好的方位去洗 例如2021年來計算 原來最好去正西方 因為正西方為對掛 你經常說怕找不到女人 對掛就是少女的位置 在那裡吸收少女的位置 隨時都可以找少女來 洗車時加點鹽 因為鹽水可以去除 車上的晦氣和餵氣 增強更多陽氣 女人也願意上你車多一點 你爽快,我熱死了 我的藥不包括洗車 其實話說回來 我的藥也不包括洗車 我明白,你慢慢洗吧 師傅 鐵馬認證下班了 好,來到最後一個環節 點帶、猛將、愚愚愚愚愚愚 台前幕後會迫入我身後的這輛車 看看能逼得入多少人 首先,我們有請你們的一哥 小占 大家給點掌聲 對,接著我們的同事 緊隨其後 有我們的導演、副導演、編劇 全都開始錄製上車 雖然我們的預算有限 但每個人都出心出力,親力親為 最後請我們的雲種 好,加上車內已經有八個人 八在玄河上,代表大財星 代表我們的善款要折折上升 好,現在上車了 快點掃車了 來到這裡,我們的節目又差不多了 今年的點叛門 告一段落,我們下年再見 再見 再見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Master Ho 你們有聽過甚麼是七色麥鱗嗎 分別是頂輪、眉心輪、喉輪、心輪 磁輪、腹輪和海底輪 每個人都有這七個麥鱗 所以廢話不多說 我們一起看看這件產品 結合七色花和七麥鱗的 震撼產品,單身 每天要面對不同的人和事 提升運氣非常重要 七色花侮辱 是一種著名的真運、古傳方法 點擺美食團隊秉承這個優良傳統 遊合現代人體七麥鱗的能量特點 經過反覆事業 提醒七色花開運能量水 這件優秀作品 而野山有機無添加種植的 椰菜花、西蘭花、蝶豆花 洛神花、松草花、彰紅花 夜香花,七種珍貴花圍 透過精密科學方法加工而成的 七色開運能量水 內服飲用能夠令你吸收光合作用 提升正能量從而變成職業 帶來好運 外敷沐浴能夠幫你 產生交換氣場的良性作用 蒸發體內的煤氣 和心情做個漂亮的水泡 七色開運能量水一套七支 只售6580元 你怎麼可以錯過 一個星期七日 我每天都會喝一瓶開運能量水 我朋友小占更誇張 直接用這瓶七色開運能量水浸浴 我問他,你不會覺得貴嗎 他只答我兩個字,值得 如果你也想像我和小占一樣 容光煥發 快點打來5201314 是5201314,訂購吧